你們是你們參加的那一個韓國的K-POP舞蹈大賽 你們那時候跳的歌是什麼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是跳那個 倚家瑞珠的Townboy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應該是知道 Yeah I'll be a Townboy 那一首 應該是蠻多是有在追蹤K-POP文化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的一首歌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為什麼你們今天會選這首Sister的歌 因為就是我們想要有新的歌 就是剛剛那首然後也有舊的歌 因為這首歌其實有八年了 然後因為我就是常常會跳活動 然後都一直有在跳這首歌 所以就是給大家最好的 真的很多版本 但是也很就是不會流行 八年了就流行的K-POP 沒錯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 就是你們有出演過MV舞蹈嗎 那一個活動是 是你們在MV裡面跳舞嗎 就是人生樂團那個 人生樂團那個是 我們就是也是跟我們同一個 學校畢業的學長姐 他們組成了一個人生樂團團體 然後他們經常就是翻 跟Acapella的歌是比較歐美上的 那那一次就剛好選去 他們是選的比較適合 有加上舞蹈的畫面進去 所以他們就直接問我們說 願不願意一起合作 對對對 大家在網路上可以搜得到 你們表演的這一首MV嗎 可以可以可以 是怎麼跟大家介紹一下 人生樂團應該蠻好記得 它叫做未完待續 就是那個什麼Coming soon 如果你們大家知道 就是每個什麼 每一集結 那個什麼 那樣什麼東西 影集結束 不知道它都會寫Coming soon 就是未完待續嗎 就是那個未完待續 你們可以在YouTube上 或者是IG上面 都可以搜尋得到喔 好 謝謝 嗨 請說 可以替大家問的 就是你們當初組這個團 為什麼 為什麼要Focus在K-POP 為什麼不跳就是其他的 台灣的 因為我們跳什麼舞都很漂亮 但是我們跳K-POP 我們最漂亮 謝謝